花蓮縣第一座寵物運動公園開放啟用 經過10個月時間 縣遠張美惠結果民眾陳情 希望可以改善園區內部分設施及規劃 會時張美惠也特別邀請了縣府相關局處 共同前往會堪 期盼可以提供民眾更完善便利的活動空間 花蓮縣第一座寵物運動公園 在1月份啟用後就受到不少民眾喜愛 每到假日或下班時間 總是能看見不少市主帶著家中毛小孩 在場中奔跑玩耍放電 開放經過10個月的時間 縣議員張美惠也接獲民眾陳情 希望能改善園區內部分的設施及規劃 讓他們可以在裡面 很安全的自由的奔跑 是很多市主 對於這個毛小孩的一個寵愛 而且這樣也可以讓他們 有運動的機會跟空間 那在幾個問題上面 包括可能很多的市主 他們來就會帶著包包 那包包上裡面有一些東西 那因為放在階梯上 很多的狗就會去裡面去翻 可能裡面也覺得有什麼好玩的 或裡面有食物等等 所以市主建議要有掛鉤 那今天也來看 建議在這個圍裡上放一些掛鉤 讓市主可以放東西 可以掛他們的包包 那另外就是在園區內 之前也有反映過有營郊局 那營郊局因為有毒怕寵物物食 可能會有這樣中毒的一個情形 那也請環保局在除草 跟除營郊局的這個工作上 能夠把這個除草的頻率 密度可以提高 可以增加 那這樣子整個園區看起來是整齊的 是乾淨的清爽的 毛小孩在裡面奔跑 應該也覺得會很開心 也不會雜亂無章 也不會務實到營郊局 那還有在外面的 有四組反應在這個停車的這個空間上 那因為這邊外圍其實是很多民眾散步 這個的一個環境 那後續可能再來看看 可以怎麼樣的調整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頂棚上 因為它在遮陽性跟遮雨性的一個使用上 有一些不足 建議建設處這邊應該可以 不要讓四組在下雨的時候被潑到雨 那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這裡是很容易下這個區域雨 地形雨 那大家要這個躲雨的時候會來不及 如果在這個躲雨的空間 是可以完善的 我想對四組跟毛小孩來講 也應該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 提供的一個品質 公共工程的一個服務品質 23號上午 縣議員張美慧也邀集縣府相關局處 共同前往會看 並針對各項問題進行討論 期盼能提供民眾更完善便利的活動空間 另外也和國興里碧雲莊社區合作 在路口處設置狗辯黃金塔 解決令人頭痛的狗辯問題 逐步將寵物運動公園 打造成縣內重要的環境及生命交易基地 記者 許立芹 華電視報導 打造